好,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叫做電阻的單位 電阻的單位叫歐姆 一歐姆什麼意思 就是通過這麼大的電流需要多大的電壓 如果讓它需要通過一安培 需要一伏特的電壓 我們就說它的電阻叫做一歐姆 公式寫成R等於I分之V 通過單位電流所需要的電壓 稱為它所謂的電阻 R叫做電阻,單位叫做歐姆 但是紀念歐姆大哥啊 V叫做電壓,單位叫做福特 就是紀念福特大哥 然後I叫做安培,紀念安培大哥 都是人的名字 然後R等於I分之V 這個就是我們的電阻的單位 好,歐姆 公式叫做R等於I分之V 要把它記住 好,那我們在國中的程度上 我們要去知道它的電阻就這樣做 去量它的電壓 量它的電流 然後帶到公式裡就算出它的電阻 我們上次做實驗的時候我說過 現實生活裡面有三用電表 你把它調到量電阻的地方 直接量就好了 那我們國中在教你的時候 在算題目的時候都這樣做的 就是量電壓,量電流 然後就帶進去 就知道它電阻有多少 像這個圖上面所顯示的這樣 所以要問你 我們要量電壓量電流嘛 那你就要問你啊 怎麼量怎麼量 來 這兩個當作同一題問完 你要量電壓要用什麼東西量 它要怎麼量 要用什麼來量它要怎麼量 來 來 這個人叫做 二千 來 請坐 我們量電壓要用福特劑 福特劑要並連 那請問 我們量電流要用什麼東西 它要怎麼連 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十號 十號 安培劑 什麼連 請坐 安培劑 應該要 串聯 然後福特劑跟安培劑的使用的 共同注意事項 共同注意事項 就是 這兩個玩意兒 在使用的時候的 第一步驟 是什麼 東西 第一步驟是 什麼 抄啊 二五 哦這個抄得好啊 歸零 第一步驟 歸零 請坐 第一步驟叫做歸零 然後要正確的接起來 正確的接的前面 有叫做福特劑要 病臉 安培劑要 串聯 還有一句 就是 正極要怎麼接 副極要怎麼接 要怎麼接 要怎麼接 這是 第二個 所謂的正確的連接 女生有嗎 十五 正確連接 正要怎麼接 副要怎麼接 副要怎麼接 然後有一紅三黑一黑三紅 有這種的檔位 要從哪裡開始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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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裡開始 從最大檔位開始 請坐 好 這就是 以後也是這樣子 考計算題 就是 算算這個電壓 算算這個電流 帶進去算算這個的 電阻 兩二十二 就是量電壓 量電壓 量電流 去算電阻 這就是我們跟你講 我們用來 計算的方法 測量的方法 OK OK